下一位要上场的是 在突围赛阶段 本来已经要被淘汰了 但是实在表现过于优秀 发挥异常出色的这么一个新人 被我们复活回来了 掌声有请邱瑞 你们好 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 你们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法的 我们这儿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吗 我觉得我跟掌豪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马 还是在纸上骂怀 我说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的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乘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 着闭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那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吃坑吃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薅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ay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I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usiful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I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冒为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林总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秋瑞先生们 我的好朋友很对啊 他敢卖下来的 谢谢秋瑞 喜欢秋瑞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 这个花姐眼线都笑花了 对 他说完那一段你知道吗 我就为什么拍灯呢 我就想起了我当年 我大概是20年前 我们两个在深圳的时候 刚出生是吧 去深圳 20年前在深圳的时候 那时候增益是我老板 应该是 也不是老板 是我领导 哦 还有这个故事吗 对 完了以后呢 我那时候贪玩嘛 经常上班的时候就会迟到 结果他有一次扣了我500块钱 20年前 你就把他腿打断了 我就心想 哼 我上了一天班 我都没有这么多钱 你都扣了我好几天工资 那时候我就想 绝对以后不能让增益 当我的领导 结果我就 哼 把你拉成我的大档 哎呀 厉害厉害 这是 这叫什么呢 恩将仇报道 也不叫恩将仇报 恩将恩宝 对 知恩图报 秀瑞 辞职吧 必须了 我刚辞职 有可能比完赛 还会重新找一个工作 主要看成绩 我觉得你天生自带幽默 你知道吗 就站在那里就会有一种感觉 特别 特别想笑 也不知道在夸我 还在骂我 真的是 就是会看到你就会笑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 邱瑞很勇 在这一轮是主动选择了忽然 是 忽然危险咯 谢谢你 谢谢你